之前在節日期間,用廣珠澳大橋回來香港 我記得你也試過塞車,某些樽頸或塞得都比較嚴重 你自己覺得針對這個情況,例如港車北上日後 都可能不只用廣珠澳大橋,可能是其他方法可以走到心中通道的相關司機 那是否可以疏到塞車的情況,你覺得應不應該這樣考慮呢? 我覺得短期內,這是一個困難的,因為你當我們無論是深圳灣 或者是連韓,即深圳的一些可以開車上去的口岸 其實那裡的通過能力是更加小的,它真的完全沒有預算 港車北上的單排車的那種流量,所以如果那些車走到那邊 那可能整條深圳灣橋都未必走得到 所以這個短期內我覺得是有困難的 反而是應該集中在港珠澳大橋,因為它始終那裡空間大 為什麼在那邊做一些分流和優化呢? 當然你說中長期來說,隨著我們的口岸 都開始做一些重建,做一些更新 那我覺得這個港車北上也好,或者是越車難化也好 那這個車流量應該考慮在口岸的設計當中 我們在帶著相機的ização雺厚 來說有兩千塊因為前方看來做一些 的意思是,我們可以看見面包飲料 我們在這裡 我們請問我們 請問我們 讓我們來講述 我們先問我們 我們兩千塊